武神主宰 第5534章 你懂个片 作者 按摩师 秦晨震撼抬头 就看到在这永结涅海深处 耸立着一座无比巨大的灰红光幕屏障 这屏障就好似九名净空大阵树立死海一般 将这永结涅海瞬间一分为二 强如秦晨 竟也无法感知到这永结涅海深处的力量 这屏障是死灵长河之力 幽冥大帝健壮 脸色顿时大变 是谁引动的死灵长河之力 隔绝了永结涅海 此时 幽冥大帝神色骇然地看着眼前那浩瀚的光幕 脸色一下子变了 死灵长河之力 眼前这光幕 竟然是死灵长河之力 这怎么可能 他的表情就跟见鬼了一样 身躯都情不自禁颤抖起来 见状 万古民族不由皱眉疑惑到 大帝 死灵长河之力 就死灵长河之力 之前那死灵长河投影我等 也都见到过了不少 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吧 其他禁区之主 也都疑惑看过来 幽冥大帝的反应 着实有些大了 你懂个屁 幽冥大帝转头 看着万古民族 就是一顿怒骂 之前我等见到的 只是死灵长河投影 所谓投影 是死灵长河投射在冥界中的力量 而眼前这光幕 乃是真正的死灵长河之力 是死灵长河海水 被引动到了这里 所形成的结界 这能比 幽冥大帝抬头 目入骇然 难怪 我说 这世上有什么力量 能将永结涅海核心处的力量屏蔽 如果是死灵长河之力 那就一切都说得通了 死灵长河 乃是冥界的母亲河 其威力之强 足以隔绝冥界绝大多数的力量 只是 是谁在这里布下的这道死灵长河之力 以死灵长河之能 根本无人能将其引动 就算是我等四级大帝 也只能在死灵长河中 牵引其中力量 而无法将其引到这冥土之上来 是谁做的 幽冥大帝连连变色 目光阴晴不定 脑海一时都有些乱了 死灵长河之力 此时 秦晨也看着眼前的死灵长河光幕 目光闪烁 眼前这光幕 极其稀薄 看起来并不起眼 可从这光幕之中 秦晨却感觉到了一股极其恐怖的力量 这股力量之强 强如他也都感到了思思经济之力 并且 这股力量将永结涅海内部的力量 完全隔绝 站在这光幕一侧 秦晨根本无法感受到 永结涅海内部的丝毫力量 难怪思思先前无法引动 这永结涅海核心处的力量 由此屏障存在 永结涅海中的力量 在无主状态下 根本无法突破 秦晨目光一闪 同时让他感到疑惑的是 当他站在这死灵长河光幕 之前的时候 不知为何 在这光幕中 他隐隐感受到了一股极其熟悉的力量 这股力量隐藏的极其之身 与这死灵长河之力 结合在一起 让秦晨一时 根本无法辨别出来 是什么力量 秦晨皱眉 眯起眼睛 以他现在的实力 不时实在在 去接触这死灵长河光幕 怕是根本无法分辨出来 其中的那股力量 可现在秦晨却不敢贸然接触 因为谁也不知道 这死灵长河光幕 到底是谁设置的 万一惊动了布置者 啊 想到这 秦晨豁然转头 直接看向混沌世界中的笑笑 笑笑当年 乃是这死灵长河之灵 或许能看出什么来 笑笑 你能敢知道 眼前这死灵长河天幕 是怎么回事吗 秦晨询问 笑笑眨巴眨巴漆黑的大眼睛 仔细看了会 犹豫了下 道 大哥哥 这光幕 好像是被一股别的力量 钉在这里的 别的力量 对 笑笑点头 这股力量 似乎在仕途和死灵长河之力融合 只是目前还没能完全做到 但随着时间下去 说不定就能成功 幽明大帝目光凝重 沉声道 小姑娘 你确定你没看错 是谁这么疯狂 试图融合死灵长河之力 这绝对不可能 幽明大帝连连摇头 死灵长河 乃是冥界的母亲河 一旦被人融合 那还得了 真要有一尊大帝 能将死灵长河彻底融合 他四级大帝建岛 怕是都要跪 只是 以死灵长河的恐怖 就算是他们四级大帝 也无法做到将其融合 否则这冥界 早就被他们 给彻底通知了 那还来得多全分力 笑笑摇了摇头 这笑笑就不清楚了 不过这股力量 和大哥哥身上的一丝气息 似乎有些熟悉 和我身上的力量熟悉 秦晨眼睛眯起 看来自己先前的感知没错 这死灵长河天幕中 还真有一股和自己熟悉的力量 只是 那是什么力量 秦晨脑海中急思电转 各种念头不断闪烁 猜测着各种可能 突然 似是想到了什么 秦晨脸色猛的一变 瞳孔皱缩 难道说 他豁然转头看向笑笑 沉声道 笑笑 你可否将这股力量给显现出来 我来试试 笑笑想了想到 秦晨连一抬手 刷的一下 笑笑当即从混沌世界中离开 直接出现在了秦晨身边 同时一道无形的光幕 笼罩住笑笑 将其身边的永结涅海之力抵挡住 笑笑 你上前试一下 记住 以自身安全为主 其次 最好不要惊动这光幕 秦晨神色严肃道 笑笑点点头 小手握紧 也感受到了一丝紧张 大哥哥 我尽量 说着 他一步步走向光幕 同时 将小手缓缓地触碰上眼前的光幕来 嗡 当笑笑小手 触摸上这光幕的瞬间 一道无形的波动 瞬间荡漾开来 眼前这死灵长河之力 轻轻激荡起来 仿佛见到了什么 无比亲切的人一般 试图朝着笑笑靠近 可就在这时 哄 从那死灵长河光幕之中 突然爆发出来一股恐怖的气息 一丝丝诡异的漆黑符纹 骤然出现在眼前这死灵长河之力上 这些死灵长河之力 瞬间像是狂暴了起来 轰轰轰 剧烈震荡 这是 秦晨的瞳孔骤然收缩 深渊 是深渊之力 这融合了死灵长河之力的 竟然是传说中的深渊之力 难怪自己先前竟会感到一丝熟悉 只是这股深渊之力极其隐晦 直到笑笑引动了这死灵长河之力的本源 才被瞬间激活 暴露出来 混沌世界中 幽冥大帝的脸色 也是瞬间变得无比难看 怎么可能 深渊之力 怎会出现在这里 他神色震动 简直难以置信 难道说 之前不死帝尊所说的 竟是真的 深渊 真的在入侵我明鉴 此时此刻 他的内心 涌现无尽的惊慕 深渊 乃是整个宇宙的公敌 其实力极其恐怖 简直深不可测 亿万年来 一直是一个噩梦 笼罩在所有宇宙海的生灵之上 之前 幽冥大帝根本不相信 这世上有什么力量 能引动死灵长河之力 可现在看到这深渊之力后 他心中彻底一沉 若是深渊的话 还真未必不能做到 哄 而在所有人震惊之时 眼前的深渊之力 似乎感受到了 有人在干扰他和死灵长河 本源之间的联系 顿时间 一道道可怕的深渊之力 如同漆黑的毒蛇一般 朝着笑笑 疯狂激射而来 笑笑小心 眼看那深渊之力 就要笼罩笑笑 秦晨突然一声利和 神秘袖剑 骤然出现在他的手中 对着眼前那一道道漆黑的深渊之力 便是轰然展落下来 灭空 哄 两股力量迅速碰撞 恐怖的冲击 朝着四面八方席卷开来 在这永结涅海的底部 瞬间形成了一道恐怖的真空地带 数以万吨的海水 被迅速排除出去 形成一个圆形空洞 哼 秦晨闷哼一声 脸色微变 体内气血激荡 好恐怖的深渊之力 秦晨明显能看出来 眼前这些深渊之力 还仅仅是这光幕之上 极其细小的一部分 更多的深渊之力 隐藏在笼罩整个永结涅海的 死灵长河光幕之中 尚未过来 可仅仅是这一缕缕的深渊之力 他便已有些承受不住的感觉 大哥哥 就在秦晨心神震动的时候 一旁传来笑笑的惊呼之声 此时他脸色苍白 艰难地抵在了眼前的光幕之上 轰轰轰 他周身被一重重的死灵长河之力笼罩 将他死死护住 同时 那一道道漆黑的深渊之力 正朝着他不断冲击 若非这些死灵长河之力 在保护笑笑 怕是早就生死难料了 可即便如此 笑笑也是脸色苍白 他身前的死灵长河之力 不断震荡 随时都可能崩灭 秦晨心中一惊 这样下去 笑笑必然危险 而且 秦晨豁然抬头 此地的动静极其巨大 怕是极有可能 已经惊动了某些人 石节殿 秦晨毫不犹豫 直接施展出石节殿 翁 一座古老的宫殿 瞬间悬浮而出 对着笑笑前方的黑色深渊之力 便是狠狠震压而去 轰的一声 石节殿旋转 如同一颗巨大的山石 轰然砸在那诸多丝丝缕缕的深渊之力上 刹那间 这些黑色深渊之力 纷纷暴怒起来 轰轰轰 恐怖的气息涌动 无数黑色深渊之力 竟是从那死灵长河的光幕中冲天起 发疯似的 撞击在秦晨轰出的石节殿上 要将那石节殿 直接震随开来 但就在这时 石节殿仿佛也被惊动了一般 从那宫殿深处 一股浩瀚的深渊之力席卷而出 与那眼前的深渊之力轰然碰撞 轰隆 两股气息奇奇炸裂 彼此溃散 瘦 而秦晨一抬手 已然抱住笑笑 将其收了起来